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这个 所以看一眼就完了 多达古斯的伪装形态还原的是历史上实战中出现过最为庞大的一动火炮 玄米尔古斯塔夫的列车火炮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德国研发之的 玩具按照巨炮的实物照片调整了比例大小 从细节刻画上也不难看出玩具参照了不少的图片和资料 展示地台不仅是装饰作用 还有列车的专用支撑轨道 巨炮模式下严四合份 涂装以灰色为主并不会显得化这种事 直接来看免型过程 接索主炮两侧卡刻 开除主炮 解锁铝弹 沿双关节向中心收起 打开铝弹 旋转180度 再扣过原位 把主体上下分离 调整车身后翻开板 翻起黑色插装 解锁车身卡刻 翻出臂甲 解锁车头卡刻 把车头外拉 把卡扣向上推动 翻折背部面板 解锁后裙甲 把胸甲和双臂分离 把脚臂和主体解锁 把双臂外拉 再展开肩膀关节 把胸甲外拉 一起上方零件 延关节翻住 解锁侧面盖板 把下半段翻起 把上下两侧盖板收起 打开面杖 把胸甲下翻 再把两侧胸甲锁定 把侧胸甲翻起 解锁双腿 解锁大腿装甲 延关节翻车 解锁侧面卡串 打开小腿后翻盖板 把小腿下拉 把膝盖插入小腿上方滑袋 再把盖板扣合 把大腿装甲展开 下方面板收起 整体提起 向后移动 展开前裙甲 向上翻起 把大腿侧面装甲锁定 翻折正面盖板 整体旋转 和大腿扣合 把膝盖面板翻起 翻起胯部关节 再把大腿下折 把小腿两侧和前后面板翻起扣合 把脚尖扣合 旋转脚掌 翻起脚跟 再调整脚掌装甲 翻折小臂盖板 打开小臂 翻出手掌 把小臂扣合 把肩甲下拉 再把小臂向外側滑动 把头部向前移动 调整背包和轨道 展开主化连接杆 和背部连接 再翻动到主体侧面 玩具变形的步骤较多 但结构相对简单 并不存在任何难度 关节手感丝滑顺畅 塑料板件也有不错的韧性和强度 人形的高暗适中 也没有过分夸张的高度 背包有一定的分量 但脚跟斗长 可以提供良好的知识力度 虽然看上去不够灵活 但全身的多等关节 有非常充分的脖冻幅度 头部的造型比较独特 比起口罩脸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骷髅嘴的面部 看吧 该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